丝片 小礼物包装 好小一个对不对 这是我们为这次的 这个Halloween 就是万圣节 鬼节 给堂的这个设计 那这是给学校学生的 你当然不可能在门口 在发堂的时候 每个都做这样子 那这个劳作方法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那我现在再跟大家示范 怎么样做出这样一个袋子呢 然后再怎么样把它做成客制化 客制化就是说 你有特殊的目的 你要把它做成 由你们自己的logo 或者是图章 这个这样的一个小袋子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就开始了 那我们第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拿到老做纸 既然是万圣节 我们可能会选的是红色橘色 黄色跟黑色 好那我们现在用彩色双面纸 来做介绍比较容易一点 那我们讲到这个做色纸的部分呢 我们要记得千万不要用这种 不是不是这个牌子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用胶水 胶水会让纸显得皱 好皱褶太多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这个glue stick 就是这个口红胶 或者是呢 像我的话我比较懒 我会比较喜欢用这个双面胶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就告诉大家 怎么去折一个这样的袋子 我们通常在网上 我们会看到做是这么大一个小花篮 这个篮子很可爱 但是呢以万圣节来讲 我们一次要放太多糖果 老实讲我们家长也不是很喜欢 学生我们也不鼓励吃这么多的糖 所以我们会做成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篮子呢 其实我们只准备放一颗糖果 好现在很流行这个apple吃苹果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买那个苹果糖 然后呢我们只准备放一颗糖果进到这个袋子里 也就是说你的万圣节呢只准备给一颗糖 但是呢又要包装的很可爱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袋子 第一个呢我们要折三角形对角 那你要记得哦你现在折的地方 外面三角形露出来的颜色就是你将来 袋子外面的颜色 OK就是袋子外面的颜色 好那我们三角形露出来是红色 等一下整个袋子就会是红色的 两个三角形折好之后呢 我们就翻背面 翻背面变成四角形是黑色的 对角啊一样折对角 好那折好了之后你把它放在桌上 它就变这个样子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折起来之后呢 好我们通常在折的时候它会跑掉 我们就会把这个开口的地方稍微抓紧一下 稍微抓紧一下然后再把它摆平 这样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折这个袋子的底哦 那它这个是我这样折过来 要折八分之一哦这是二分之一 打开之后再折一下四分之一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地方呢我就要贴胶带 或者是你用胶水啊 不是对不起不是胶水是用口红胶哦 就把它这个地方呢贴起来 贴起来啊然后我把它打开 就把它黏过来了 黏到手了 OK就把它黏过来 好那后面一样的方法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OK现在折到八分之一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开始上双面胶 上了双面胶哦 一样我们就把它双面胶扯开 OK然后呢在二分之一的地方对折 OK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折进来啊 就把中间那个另外一面折进来 OK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折这个线 折这样这是把手 这是我们的把手 那大的袋子呢 刚刚那个大的花篮呢 它只要折一次 那我们现在小的花篮我们就要折两次 好我们就要折两次 它就变成小的花篮 其实它做法非常简单啊 只是说我们的客制化会稍微有一点 那个要注意的地方 好你看我折了两次之后 我就把它翻过来 一样先折一次 折一次的时候是这个大的花篮啊 那现在是折两次就变成小的花篮了 好通常我会怕这个东西会翘来翘去 所以我会在这里贴一样在这个地方贴个双面胶 让它固定 它就不会翘来翘去 这个也是一样 不贴也可以啦 但是我比较习惯把它贴固定了 做的方法很简单 所以因为最近比较忙 所以我准备一刀不剪 好现在你看完的是我们的袋子已经完成 小花篮已经完成了 可是它有一个把手的地方 等一下需要合起来 我们需要合起来 所以我们有一头是要缩到里面去的 我就把它打开 上面打开 因为刚刚这里都没有上胶 折一小段进来 折一小段进来 好 这样子哦 为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扣在一起 那扣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需要用双面胶把这个地方粘住 你不粘住的话 比较会打开啊 那通常我会这个折的地方呢 我在这里就会贴一道双面胶 看一下啊 一小条双面胶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不把它扯开 我最后才把它扯开 看啊 我在这里就放了一条双面胶 等一下把它拉开的时候 我把它粘进去 好 现在我们还不粘起来啊 我们要先把这个小袋子打开 小篮子打开 用手指头进去把它撑开 好 撑开了 很漂亮 对吧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小花篮 它是没有客制化 等一下我要告诉你在哪里的地方做客制化 好 那把它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贴进去 两边合起来啊 再把它合并起来就好了 很好 这样就是一个超迷你花篮 小花篮 那这里面就可以放一颗糖果 OK 好 那你会说客制化呢 我可不可以现在这个地方才来盖章 才来盖章或贴贴纸 贴纸比较没有问题啊 一般来讲我们贴纸 我们在那个小店都可以买到这样的贴纸 你贴纸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盖章就会有问题 好 所以你看我要配什么颜色好 红色我比较喜欢配黄色的 那个Halloween也有很多人喜欢用猫头鹰 那我就把猫头鹰粘上来 好 这样就是一个半克制化 因为这个只是贴贴纸 我还没有办法盖章 好 那我要盖章的话呢 你要这样盖呢 其实蛮辛苦的 你也可以试试看 但是我是觉得蛮辛苦的 通常呢 我们会折到一半的时候 像我们刚刚已经折完这个底哦 我们刚刚折完底的地方 已经黏上去了 对不对 你刚刚如果你可以倒影带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呢 贴胶带跟盖章 在这个时候贴胶带跟盖章 那因为我这是油性末 它干得很慢 那我盖的时候呢 我们这刚好有一个十字 好 十字我就对 以这为基准点来对准它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滑心色已经盖上去了 好 很好 那盖完了之后呢 因为它是油性的 油性的 你可以稍微擦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时间等它晾干了 我再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我稍微把它擦干 好 因为它是油性的 比较不容易干 那后面呢 我就会把它贴贴纸 红色的呢 贴黄色会比较显眼一点 所以还是贴黄色的猫头鹰 那猫头鹰就站在这个 那个crust的中间 很可爱 放在这里 好 那当我贴好了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它来折 你看它这个印章还把我粘上去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油性的印章 比较不好干 那我们在折的时候呢 通常中间会给它摆一张纸在中间 让它不会粘上去 那我们一样咯 我们就要折这个东西 折这个把手 就在把手前 那你要记得 你如果是水性的话 油性 你可以等到它干再开始折 因为我这是油性 马上要示范 所以我在中间就夹一层纸 夹一层纸在中间 让它不会两边互相影响到那个印章 好 你看我这样子折 这样不好折 这样折 看到没有 这是折第一次 这个篮子稍微大一点 所以我折第二次 那我再折第二次之后呢 我这边就可以先把它固定了 因为刚刚大家已经看过一遍 那我现在在这里 我就先把它固定了 好 记得我刚刚这里 有一个折下来的 等一下要做这个把手的地方 我也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先给它折下来 如果说老师 你一次要做很多个 你就可以每一个都做到这个步骤 在一起接下去做 然后呢 我会做一个小小的贴纸 因为等一下要贴这个把手 移过来的地方 好 那我现在打开这个下面 把它折起来 好 这一面就完成了 我现在就要翻过来 记得这个纸不要移开 因为我现在这个纸都还没有 那个 梦水还没有干 然后再继续折第二个 这边就不用折进去了 一样折两次 这就要保留是尖头的 那再 这个要注意一下 免得它那个印章花掉 好 当我折好两次之后 我要固定这边 我不要让它翘起来 双面胶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不需要等 如果说你用的是口红胶的话 它还有要等它干 好 现在我们又做了另外这个了 你就看到 我可以把它慢慢打开 你看我的印章就在这里 印章在这里 滑心色的印章 用手慢慢把它撑开 好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糖果放进去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糖果放进去 也可以最后再放 最后再放比较不好放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 你看 我要把它两个合并起来 我把两个把手合并起来 是要穿进来对不对 我把它穿到这边来 我把它穿到这边来 好 所以你就记得 我要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打开 把这个胶拿掉之后 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 然后再把这边收起来 好 我们的花篮就完成了 我们的客制化花篮就完成了 好 希望你看得懂哦 不然的话你就可以 把这个影片再重复播放啊 OK 我们的糖糖就在里面了 你可以最后放糖果 也可以先放糖果 我这次放糖果稍微大了一点 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小的糖果 意思到了就好 希望这次客制化迷你礼物栏的制作 希望大家喜欢 也祝福大家万圣节快乐 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